小米集团配股和发行可换股债 集资超过300G股份午后复牌 小米9月初晋升蓝筹行列 股价今年来累升超过1.4倍 并且是新高徘徊之制 公司大举配股集资 停牌半日之后 中午公布已先救后生的方式配股 作价23.7 在销售文件披露的配股价范围下限 被星期二收市折让超过9% 集资大约237亿港元 规模和2018年上市集资金额差不多 亦都是本港历尼以先救后生配股当中最大 集团同时以每股36.74元的初步换股价 发行66亿的新年期零适可换股债券 总集资超过300亿 集资所得将会勇作扩大业务 同投资以增加市场份额等等 小米今次集那么多钱的话 有机会可能已经有部分相关的业务 他们已经看重了或者已经衡量价值了 靠收购的话立即会有业务增长效应 华为最近荣耀手机做得差 他会不会乘机令这个商业务加大 还有增长呢 我觉得钱未必一定放好很多在这里 但是也有机会他们都会用来巩固自己的市份额 美银看好小米手机春年第二季起 在中国的市占率会明显提升 并继续积极扩张欧洲和拉美等市场 但因应配股后盈利贪薄和估值受压 将目标价调低1乘2至26.4 评级降到中成 多家公司也都加入配股的行列 比亚迪股份向中证监申请增发H股 规模不多过已发行H股的良成 集资将会用作营运资金 偿还债务和研发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